大家好,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上午这个市场情况,对吧 市场呢,这个早上呢,这个倒进指数啊,涨了三百多点,然后呢 就是大家都在做空,然后呢,就是三百多点全掉完了 然后呢,NASDAQ非常坚挺,就是说 不掉,还有这个Bitcoin也不掉,所以呢,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信号,就是市场呢,就是通过星期五以后啊,就是比较稳定 从我看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的很多股票啊,是可以买的 这个股票呢,是这个川普这个 就是Media这个股票,这从 最高的地方呢,掉下来以后呢,就是说 已经掉了很多天了,在两个月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股票也 对吧,也掉的这个很厉害 所以的话呢,今天呢,就是 这个比特币啊,今天涨到百分之五 NASDAQ涨到百分之,对吧 百分之差不多一吧 好,百分之一点吧,那是很厉害的一天啊 稻金指数呢,也掉了涨了百分之0.7 而这二线的三线的股票呢,就是说,就是掉的比较厉害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基本上你是可以随便买的 那买哪个,就是赚哪个 当然了,这个证实呢 我跟你讲的这个证实呢,就是过人的观点啊 就是说,你买,对吧 今天明天,对吧 只有一天两天就够了 现在呢,一般的股票不会太久 对吧,这样的话呢,就,因为现在这个股票的波动呢,就是非常大 一天呢,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但是如果是NASDAQ指数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吧 就是比特币也涨这么多,今天呢,应该是算 就再涨,也涨不了多少了 所以呢,现在二线股票,三线股票呢,就比较理想 因为我,我讲的这个股票呢,就像他这个股票啊,我就是 现在盯着比较紧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大的话呢,你在银行里面买这个股票吧 这个手术费是十块钱,买一次,不管你是多少量 对吧 这个 不管是多少 就是十块钱 嗯,就比较 比较好 这个我现在这个用的这个interactive broker 就是说IP的账号呢 我发现买这些小的股票啊,非常的 不划算 非常不划算 他这个收费啊,你 一次交易 几十,几百块 这个正是成本太高 因为本来呢,这样这个股票来 这个涨120%的话呢 我就是想呢,就是说 以后还是买了 在IP里面呢,你买大的股票呢 就是成本就比较低 买这些小股票呢,成本太高 不知道他这个 这个什么原因 一般现在很多地方呢,你在那个叫 Robbie Hall的这个买股票都不用 这种小股票都不用钱免费的 对吧 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费用呢 是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每天呢,给大家讲一点点 也后来呢,我嘴边呢 就是通过这个 Youtube啊,这个 当然我现在就用这个Zoom 这个方法 早会长得多一点 如果呢,以后呢,我就 用这个 直播的方式 这个 Youtube啊,Facebook啊 这个Twitter啊, everything 直播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我跟大家更及时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说 像今天这个股票到这个价钱 是应该是非常好买的 对吧 特别是银行的 或者那些免税账号 就是年数每佣金的账号 是比较好的